欢迎观赏这期的周军事频道 003,004,005,中国航母 中国福建型003航母与美国福TSG航母的比较 福建型003航母它的总度位是8万吨 福特级航母是1万吨 就是福特级比福建型多了2万吨排水量 而福建型是316米长度 而福特级是337米长度 总共福特级比福建型003航母多了21米 而航母的宽度 福建型003是76米 而美国福特级航母的宽度是78米 总共比中国的003航母多了2米的宽度 换句话说 中国的003航母福建号是 美国福特级超级航母的9成的作战力 就是等于美国福特级航母的90%的作战水平 基舰载机方面 中国的003航母是J-15战斗机 以及J-35隐身垂直战斗机 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是F-18F Superhonic战斗机 以及F-35隐身垂直战斗机 中国又配备了英型600空中预警机 根据某新闻网的消息 其实中国的003航母的排水量不止8万吨 其实真正它的水位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 十分的接近美国福特级的航母 而且至于它003航母甲板上的长度和宽度 已经是达到福特级九成的面积 所以这次中国人民解放军 故意降低身段 不要宣传003航母真实的实力 至于中国的003航母的电池弹射器 是否能够工作正常 只有真正下海海事才能知道它能否完善的工作程序 至于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它的电池弹射器总共是有4个 而中国的003航母 它的电池弹射器总共是有3个 中国的003航母是采用中央直流电压系统 接上电池弹电器 而美国的电池弹射器是采用交流性的 接上电池弹射器 所以完全是两码式 美国的电池弹射器 主要的问题是 前期的论证准备的不够充分 而且它的地面实验也不够多 匆匆的赶压子上下 怎么样能够把电池弹射器搞好呢 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扬言 倒不如把福特级的电池弹射器 拆掉改装成蒸汽弹射器 这完全能够解决它的电池弹射器 故障的问题 因为蒸汽弹射器在美国的航母之中 已经应用了前面10艘 而这个电池弹射器是应用在福特级 而是正式第11周 所以电池弹射器的技术 在美国的航母上 可以说是一件比较不成熟的技术 而且中国的中央直流电压系统 接上常规动力的航母 是一个更高工程 更高技术 更高层面的发展的航母 所以不可能会抄袭于技术 更加低的福特级美国航母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是采用中压交流中和电力系统 存在设计比较大 重量又很沉 系统效率又十分的偏低 供电的连续器又不稳定 而中国的马尾云院士 是世界上第一个率先研究处的 中央直流电压系统 驱动电池弹射器 其作用更加的稳利 效率更加的高 更加的省电 而且它的维续项的 维修成本运作更加的低 而且中国的电池弹射器 在地面上的实验 也做出了充值的准备 所以能够成功的 用电池弹射器驱动航母飞机 驱航是一份驾轻就熟的事 而且稳定的电力系统 能够驱动中国最新型研发的 机关武器和电池炮 所以这个可以使中国的航母 如釜天翼 熊霸世界 至于现在动动式 动动武等中国的航母 能够采用核动力航母吗 这会使中国能够成为 能够研究中国式的核动力航母 会是一个有益的事呢 我们就此深加来研究这个问题 这次建造动动式航母的船长 极有可能是上次建造三东建的大连造船长 而且根据最新消息 004航母是一艘差不多 11万吨的超级核动力航母 动动式航母已经在 2021年在大连造船长安芳融骨了 而且相关方面已经在2020年 采购了建造004航母的特殊钢材了 对比003航母004会是中国建造的 最大型的排水量 11万吨最大型的核动力航母 这将会超越美国现在在服役的 迷你支级航母 以及福特级海母的排水量 成为了世界有史以来 最大的核动力航母 而且004航母会装备最先行的电池弹射器 以及中央电流系统能够提供更稳定的电流 供应中国最新习的电池炮 以及激光型武器 而中国的004航母 会从003航母的三条电池弹射器 增至004的四条的电池弹射器 而且004的甲板面积会变得更大 从而提升004航母的 舰载机起飞的效率 由于004航母庞大的排水和存放空间 估计可以搭载大约90到120架的作战飞机 这完全超越美国现在正在服役的最大型航母 福特级航母只能再放75架的舰载飞机 而且004航母会采用四座的核动力反应堆 其工作的效率将近于28至30万马力的驱动 而004航母每小时最高的速度将可以达到35节左右 这是十分的惊人 在这个庞大的超级航母之中 而且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总有一个习惯 他们总会降低身段把所下水的舰船级航母 爆放更少的吨位 所以现在他们说这双004航母只有11万吨 其实深圳的下水004航母的吨位 应该是在13万吨左右的排水量 这是十分的惊人 十分的空前绝后的旁廊大物和动力航母 而且004航母不单有作战的舰机 还会搭配无人的舰载机群 以提高航母的战斗水平到更高的层次 而这种无人机战斗群在核动力航母 在整个全世界的核动力航母 史上是一种空前绝后的事 这也是美国福特级航母没有拥有的作战水平 中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建造四艘航母作战群 本来中国海军的计划是建造五艘舰载军作战群 不过因为COVID的原意 所以停工了一段时间 所以只能够完成2030年 有四个舰载机的航母作战群 而中国的003航母有望在2024年服役 而中国的004核动力超级航母会在2026年左右服役 不过一个真正的核动力航母作战群达到成熟的阶段 通常大约是需要的时间是五年到十年 所以真正的中国海军能够发挥其核动力航母的作战群的效率 应该是在2035年左右 这应该是最快的里程碑了 而且中国计划会把最新型的极光系武器搭载于004航母 因为这个极光武器它的成本十分的低 不过效率十分的高 能够击中来犯的导弹百发百中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里程碑 对于中国的海军 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海军 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且根据相关消息 中国的电池弹射器的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 是领先于全世界航母的尖端技术 而且现在世界唯一安装电池弹射器的是 美国的超级航母福特级航母 而美国福特级航母的电池弹射器的可靠性十分的低 故障频频 使其使用力十分的低 不过他们的其中的30%左右 这使美国的福特级航母迟迟无法形成战斗力 所以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曾经扬言 要把福特级的电池弹射器拆掉 改装成蒸汽弹射器 使之能够真正成为作战的航母 而现在中国把电池和极光武器装载在004航母 和以最新型的直流中压系统压缩在中国的004航母 成为004拥有最新型的武器和无人机的舰载群 成为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最强超级作战航母 并在某一个程度奠定中国的超级航母 在全世界航母最先行 以及最新式的舰载机超级航母的尖端技术的底层杯 而且由于中国航母的核动力航母的舰载机作战水准不断的提高 对于美国超级航母在世界霸权会产生一定的冲刺 谢谢大家观赏这期的ZO的军事频道 003,004,005中国超级航母 我们下期见 再见 ZO的军事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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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的军事频道